嗨大家好,我是姜野,很高兴跟大家又见面了 总是有朋友会私信跟我问我说 我在外面旅行拍视频的话都用哪些设备 今天录这期视频呢就跟大家好好聊一下 我主要拍视频的话 你们看到的我在复古之路里拍的那些视频 我都是用这个相机拍的 就是这么小的一个相机 其实摄像部分就是在这儿 我用的是GoPro第八代相机 这个相机的它生产出来的时候 据说就是为了拍一些日常的一些短视频用的 曾经的这个GoPro这个运动相机 主要是针对那些喜欢骑行的 喜欢玩攀岩的 喜欢玩冲浪的 还有玩滑板轮滑的 以及其他的一些极限运动的人提供的 因为它主要的一个性能特点就是防水 可以防水 然后下雨天或者是扔到水里边都没有问题 第二呢就是它防摔效果也不错 就是扔到地上摔啊 也不会说那么容易被摔坏 还有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比较小巧 小巧的话 然后它会有很多的配件 你可以穿戴在身上 比方说有一个你可以固定在脑袋上 可以固定在头盔上 可以固定在你的胸前 可以固定在你的滑板上 你的冲浪板上 你的车上 你的自行车上 哪儿都可以固定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特点 所以我们也通常叫它这个运动相机 而我一直都是用GoPro的运动相机 那我们现在国产的大疆 也开始进入这个运动相机的这个领域 这个市场 但是我没有用过大疆的运动相机 所以现在也不太了解大疆的产品是什么样的 我用的这个是第八代的产品 目前GoPro出的最新的是第十代 我这个GoPro已经是两年前买的了 也用了两年了 你们看的复古之路 一二三G全是用它拍的 所以现在还能再用 还是挺耐用的 这小东西 当时买的时候售价是2400多块钱 现在降价了 因为新的产品出来了 所以它价格现在也降下来了 新的产品好像第十代 现在都卖到3000多了 然后它前面会有一个显示屏 第八代是没有显示屏的 第九代就开始前面也有显示屏了 就是你对着自己拍的时候 前面也能看到你 然后第八代呢 只有后面有显示屏 前面是没有的 前面只有一个一些参数 没有那个显示画面的 所以我这个用了两年了 然后上面有很多这个磕碰的痕迹 都是在丝绸之路上留下来的一些痕迹 我打算我也该换新的摄像机了 这个摄像机的寿命虽然还能用 但是我觉得为了以后更顺利 不要在路上出现什么故障之类的 所以我想着还是该换也得换了 我想换的话应该还会使用GoPro的产品 因为我毕竟用的比较熟悉 而且用的比较顺手 再一个呢 我不会去买最新产品 一最新的时代 它太一比较贵 三千多 比这个贵了一千多 然后第二呢 就是它虽然前面有一个显示屏 但是我觉得不是很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摄像机 它的镜头这个广角很大 即使你不看那个画面 你就这么对着自己 都能把你整个人还有周边的人 都能拍得很 都能拍进去 所以我觉得前屏根本对我来讲不是很需要 所以我想如果更新换代的话 我会再买一个八代 因为八代对我来讲就比较够用了 就完全可以满足我的日常拍摄需求 而且八代现在的价格应该能降到两千左右了 就两千块钱吧 差不多 然后我可以 你想如果我买一个十代 三千多 然后我买一个八代 两千块钱 然后再加两千块钱 四千块钱 四千块钱比三千多块钱 就贵几百块钱 是吧 我可以买两个八代 而且这样的话 我可以更多的视角来拍视频 这样的话可以 不会遗漏或者是错过一些 其他的镜头画面 我可能会入手两个八代之后 然后我再说一下 航拍的 我所用的设备 航拍的话 我们现在在国际上航拍领域做的最好的肯定就是我们国产的大疆了 所以我用的也是大疆的产品 用的是这个大疆的迷你二 这个比较小巧 我当时也特意录过一批视频就是关于迷你二的开箱视频 之前有看过的应该有印象 这个迷你二我当时开箱视频还没有使用吗 因为是开箱吗 刚买到手里 所以 但是我现在已经带着他去新疆拍了大半年的时间 大家在复古之路第三季也看到的那些航拍画面全是由他来完成的 所以你们觉得怎么样 是不是也够用了 是不是正常的像我们这种 不是特别专业团队拍摄纪录片团队的话 用这种个人用已经很够用了 我说一下他的这个大疆产品的这个我个人使用的一些感觉 就是首先这个大疆他这个飞行稳定性 还有他的拍摄稳定性还是不错的 但是这个迷你二唯一让我不满意的就是他的像素可能不是很高 他的像素没有其他的那个产品高 其他的那个型号我没有用过 我也不太清楚 反正就是我觉得他这个像素在你正常使用的情况下是够用了 如果你想对这个画面对这个像素要求更高的话 这个迷你二可能还是稍弱一点 你可以买更昂贵一点的航拍产品 再一个就是大疆的这个飞行器电池续航时间太短了 也就是二十多分钟一块电池 我买的是飞行唱飞套装有三块电池 但是三块电池有的时候拿出去拍摄一天时间也基本用的就差不多了 所以经常要充电这个也是希望这个大疆公司能之后能把这个电池这个 这一关啊这个消费痛点吧这个给攻克一下 这也是很多电子产品所共有的一个技术难题啊 包括像这个GoPro也是 他的这个电池我出什么出门携带四到五块电池 为什么要带这么多电池就是因为他电池续航时间太短 一块电池也就续航四五十分钟就没电了 所以这个是所有电子产品包括手机的一个一个痛点啊 然后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我平时拍摄还用什么呢 那就是手机了 就是手机 手机的话我没有入手那个云台啊 云台我觉得不是很需求 因为我用手机拍摄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手持的 而且我用手机拍摄的次数也不多 拍一些小视频拍一些照片 我用手机拍视频 我基本都有这两个东西 那如果我拍完视频的话 我用什么去剪辑呢 我用的剪辑软件就是手机里面下载的这个剪映啊 这个剪映软件 你们看到的所有我拍的视频 基本上都是用剪映完成的 而且我还带了两个东西 一个是这个传输线 一个是读卡器 然后还有一个内存卡 内存卡是在摄像机和那个飞行无人机里面拍完了之后把这个内存卡拿出来 128G的 然后放到这个读卡器里头 然后用这个读卡器呢 再连接这个数据线 然后数据线的一头连接读卡器 一头可以连接手机 看见了吗 就跟手机充电线似的 然后这样的话 直接就可以在剪映里面导入素材 然后进行剪辑 又方便又便捷又快速 最主要我是看重的是这个东西 因为平时很多有一些朋友剪辑视频可能都用那个电脑 因为像我们这种出去骑行的徒步的 用电脑很麻烦 因为电脑本身重量很大 在一个受用电的限制 电脑不太适合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很好用 推荐给一些朋友 反正我是喜欢用这个 省去了我很多负重 也省去了我很多这个繁琐的一些东西 这就是关于我拍摄所用的设备的问题 那你们现在看我更新的这个 天生流量家的这系列视频呢 我用的都不是这些了 那个时候还没有大将这个无人机呢 而且那个时候的GoPro才出到第三代第四代 我那个时候拍摄视频都是用什么呢 那个时候拍摄视频用的都是索尼的手持DV 就是家用的那种DV 应该有很多朋友还有印象 现在用的人可能少了 以前家庭用的很多 就是一打开是吧 然后就拿着拍摄那种手持的DV 我都是用那个拍的 所以你们看我在天生流量家系列拍的视频 都是可以拉近 可以把那个镜头放大 然后缩小 因为那个是可以做到 但是这个GoPro是做不到的 它的镜头是没办法做到拉伸 拉近你的焦距和调整你的焦距 所以这个也是运动相机的一个弊端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然后有什么疑问的朋友也可以给我留言 也可以跟大家交流交流 这个就是我的一些日常使用的拍摄设备 还有一些个人经验吧 我未来可能还会不光换摄像机 包括这个无人机 可能我也要去换一些更大的 更专业的 当然这个这些东西 其实摄像的设备 我对这些东西并不是很感冒 我不是那种喜欢技术宅 喜欢研究设备什么的 喜欢研究这种技术性的东西 我是一个特别懒 而且对这些产品特别没兴趣的人 所以我一般你看我选择的东西 基本上都是小巧便携 然后简单实用 易操作 易上手 基本都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也谢谢大家的观看 拜拜